剛剛提到那個畫圖部分 就是如果你要畫圖 其實就加這一行 就不會是亂碼了 OK 我把它放在第24頁的地方 其他的話呢 當然有一些像剛剛同學問到 比如說你希望這個字 比較大一點的話 那這個字我這邊把它設定為 14吧 這邊設定為20吧 原來字太小了 你覺得那字太小怎麼辦 基本上它有相關參數 其實你都查得到 像下面這個軸叫X軸 所以它的這個項目叫Tix 所以叫XTix等於 應該是瓜弧 後面就是加封Size等於 我加14好了 然後呢 這邊的話叫YTix 瓜弧封Size等於20 所以我剛剛就加了這兩行敘述 加在這裡 先給一個Plt 它的X軸是這個 封Size等於14 然後呢 這個 有沒有 等於20 做出來結果就長這樣 其他你說老師 可是我希望底下還做個標籤 這個標籤叫XLabel 你可以XLabel等於什麼 它就出現了 然後封Size也可以啦 那這邊的話叫YLabel 有沒有 那YLabel你也可以加一下 什麼字 然後什麼字大小 甚至上面也可以加Title 有沒有 你Plt的Title 所以呢 反正就是加一些這個選 就是項目上去啦 就是讓它長得很像 Excel裡面那個圖表 那大概是這樣 只是說 差別是你必須全部都加參數啦 沒辦法 這一定要用程式 那Excel的話就是圖形 有沒有 它可以直接按右鍵 然後也可以去設定 滑鼠就可以點一點 差別在這裡啦 OK 你也不能 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Python現在好像沒有比較簡單 它不會說你點一點 它告訴你說這個參數叫什麼 不是 你要自己去查 比較麻煩一點 OK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有問 那我 我其實在第12個單位裡面 也有相關的範本 已經做出來了 你們可以參考 不過好像 這個字的名稱 這個屬性剛好 上面好像都沒有 所以我剛才查了一下 這個叫什麼 所以我用猜的 這叫Tix 所以這個叫XTix 然後搜尋 剛好網路上有人講到 那就是直接拿來用 OK 再不然的話 其實我寫程式有的時候 也很會盡量善用那個 就是CharGPT 因為CharGPT真的可以給很多答案 我發現還蠻好用的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很難找到答案 尤其像那個什麼 其實關於Python裡面的Excel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一個叫Pandas的套件 Pandas很重要 Pandas等同就是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你要在Python裡面做類似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這些動作的話 那你直接想到第一名就是Pandas 但是問題Pandas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本來想多講的 但是光看到 讓你們可以看一下第七個單元 其實Pandas它本身就會有自己的一個固定的一個型態 叫做Data Frame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玩玩看 然後呢 它的相關說明官方完整說明在這邊 而且坊間有專門針對Pandas 齊標有出一本厚厚綠色的書 這麼厚一本書 裡面全部都在講有關於Pandas這些Data Frame怎麼使用 那其實你看完 基本上我的心得是 它其實就是用Python去做Excel裡面樞紐分析表的所有動作 全部都做得出來 但問題是通通都要用程式的方式來做出來 但是Excel裡面是可以視覺化 差別在這裡 但是做出來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只是說啦 可能你平常很習慣 哇一下弄出來 但是突然間換到Python 你就要變成你自己要去找 該怎麼做的相關動作 OK 所以有的時候啦 光這些東西我自己花時間 所以後來我發現喔 用CharGBT真的蠻方便 我直接問CharGBT好了 請問一下那個Pandas裡面啊 如果我要做 比如說我要做群組的話 怎麼群組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抗扯 比如說我要做統計 請問一下我該怎麼下雨法 真的我試一下發現 它都會給我答案 然後我直接拿過來用 OK可以把問題解決掉 不然的話我光把這些爬完之後 我看我放棄了 分了 我再 光看完這些東西我都頭暈 但是有些東西啦 其實它就是一個說明書 沒有人會把所有說明書 從頭看到尾 對不對 就像你現在買一台智慧型電視好了 你會先把說明書從頭看到尾嗎 應該不會吧 反正先安安看嘛 不會的話再來查嘛對不對 有時候查也不可能看 查雖然說你現在查Google 查一下雖然還比較快 所以有的時候啦 這些我覺得就是 當然盡可能就是 如果將來你要找 你也要知道答案在哪裡 OK 不過我發現 有時候不見得要查這個 先查TrackyP比較快 我自己的心得 我發現TrackyP真的是 一個還滿好用的 一個輔助啦 OK 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其實給的答案 有時候還是不太 當然有一些不太正確的地方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麼 把這個各鄉鎮市人口密度 這個資料取出來的話 這個API在這裡 OK 當然我剛剛試過了 用Genedit分析的結果 它應該是在第一層 是在relaunt 所以我們要怎麼寫 第一個 當然我可以先產生一個 DICTE.get 然後get什麼呢 getrelaunt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relaunt get回來囉 它有點像是 抓到這個區塊的資料了 然後把這個抓到之後 再針對DICTE裡面有沒有 再增加一個DICTE2 去怎麼樣呢 再去抓下一層 所以在利用DICTE2 去get什麼呢 getrelaunt 有沒有 把recourse 裡面375筆資料 通通抓回來 裡面的話 長得其實跟剛剛那個PM2.5很像 有沒有 一樣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字典 然後我要取的是它的value部分 不過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它的資料D0筆的話 它這個是欄位名稱有沒有發現 它的第二筆資料呢 才是真實 所以喔 如果假設說你要抓資料的話 第一個資料是欄位名稱喔 OK 然後第二個才是它的實際資料 另外的話我還有發現 它最後面的資料 那在那個genedit裡面 因為它最多好像顯示99筆 可是它有那個什麼 375筆 那你可以點show有沒有 點下去 它會show出來 那我試看了一下 最後幾筆資料好像有問題 最後幾筆資料好像它不是真實的資料 這兩筆 然後這個好像也 它只是說明而已有沒有 所以我發現呢 這個也 後面的好像四筆資料喔 它只是多出來說明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假如你把後面的四筆資料也抓進來 會造成錯誤 怎麼辦呢 那就把最後面的四筆資料扣掉 不然的話會發生錯誤 那按照剛剛的邏輯啦 所以我就把那個程式寫出來了 那當然因為時間關係啦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一樣 利用前面我們給的那個範本 那個範本的話其實就是抓那個什麼 抓我們要的這個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之前的那個練習 有沒有 先get get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 我們一樣是到這邊吧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我再關一下 貼到這個get後面 然後讓它產生一個什麼呢 不過貼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有時候貼前面 好像會多給你一個這個tap 所以要把它刪掉 不然會產生錯誤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html.test裡面 就是我們要的資料了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step 就是我透過我取得的這個資料 把資料把它從那個 就是html.test把它漏進來 然後並且增加兩個get 一個get是剛剛講的reload 一個是recall 所以這兩個把它分別get回來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得到一個list1 所以得到的recall 一樣啦 然後把這個再轉換成list2 所以用的方法其實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多一層 有沒有 多這一層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多增加這一層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抓到下一層 你如果直接抓那個recall 一定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是在這個reload的下一層 OK 所以要先抓reload 才能抓到recall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把這個先複製一下 我直接拿這個來 OK 直接到這邊好了 把它放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記得喔 我抓資料 你會發現range是從1開始 為什麼 因為0是欄位名稱 它不是資料的開始 所以從1開始 那為什麼要檢視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後面那四個資料是說明 如果你抓的話 會造成錯誤 執行一下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大家從網路上抓 這個都抓下了 有沒有看到 那到南沙群島應該沒錯 OK 所以呢 很快的把這個資料呢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把它取回來了 OK 看起來應該沒錯 這個是第一 板橋嘛 OK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排名吧 是不是 第一名是板橋 第二名是山崇 第三名是中和 永和 欸 看起來應該是 那它的欄位的話 我看一下它的 相關說明 其實雲端上應該 就是開放資料裡面 應該都有說 它這邊的話 總共有幾個欄位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所以最後的這個 才是人口密度 OK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它的人口密度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按照順序排 那沒錯 這個是 這個什麼 每平方公里 大概 兩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個人 兩萬三千兩百 所以第二名是三重 第三名是中和 所以它其實是按照那個 是不是 不是 它底下還有新北 它應該還有別的縣市 它是按照縣市排名 所以可能還是需要怎麼樣 還是把它排序一下 才會知道到底哪一些是 這個排在前面的 不過我們先把資料先抓下來好了 那一樣 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一樣在存成什麼 存成CSV 存成Excel 存成資料庫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